海贼王,一换二,九霞无法再齐聚,陆飞把气带进迎来重生。 距离轨道大战全面展开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,尽管时间足够涨,战争也足够的惨烈,但是至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出现关键人物的死亡消息,所有人都是不断的受伤,刚开始还好,倘若一直如此。 那么战争也就失去了它的真实性,毕竟战争的背后永远伴随着死亡,就在我们以为死亡的消息短时间还不会出现的时候,本话就直接传出了三位人物死亡的消息,而且都是关键的人物,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。 011换二,不值得 上一画中我们看到小菊和警卫门区的目的是一致的,前者是为了找看十郎报仇,后者则是为了保护陶之柱,于是小菊就在陶之柱的附近发现了看十郎。 此时的看十郎还在假扮玉田的模样,可谁想原本已经识破看十郎的小菊再次中了招,由于一瞬间的迟疑而被看十郎刺中要害。 随后小菊就倒了下去,看样子他命不久矣,紧接着看十郎又被暴怒的警卫门斩杀,就在他们以为暂时相安无事的时候。 凯多感到,为了掩护陶之柱,警卫门吃下了凯多强力的一击,本来就身受重伤的警卫门似乎很难挺过这一关了。 换句话来说,现在看十郎用一条命换取了九霞两人的性命,这有点不值得了。 零二九霞无法再重拒。 只是短短的几分钟之内,小菊、看十郎和警卫门就相继倒下,凯多目的非常的纯粹,他必须尽快地除掉逃之柱,以绝后患,而九霞接二连三的倒下似乎也在暗示武士一方的势力快要崩溃。 因为现如今各个战场的情况都是武士实力远不及百兽团,而凯多又打败了陆飞来到了主战场,他的出现可以让武士们成百上千的倒下,如果没有援军及时赶到,那么毫无疑问,凯多很快就可以全灭武士。 这样一来,九霞可能就没办法重拒义气了,或许光烈时提及到的赤销九霞,根本不是警卫门他们。 03霞飞之所以败给凯多的原因已经说清楚了,还是由于霞气的使用超过了自身的限度,看来霞飞只是提升了对霞气的使用。 并没有提升自己本身的霞气量,这就像是有技能却缺蓝。 在面对凯多这样的敌人时,这样的情况显然是致命的,实际上霞飞缺少的霸气不只是武装色。 如今它的霞王色霸气似乎也已经被消耗完了,所以它才会虚弱到那种地步。 如果霞王色依旧存在的话,它应该和之前一样,即便是晕厥了,本身还可以释放霸气,但是现在的它做不到这一点。 或许如今霞飞掉入了大海,这肯定会唤醒霞飞体内另一种霸气。 我们都知道,霞飞每次贫死,都会迎来重生,这一次的众生可能就是我们期待已久的舞蹈了。 打明歌开四道,打凯多用五道,合情合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